同学们,大家好 闪电填充也叫做快速填充 这个功能是ECL2013以上的独门绝技 超级厉害 能够以不变应望远 今天就让你来见识一下 ECL是如何坦败为胜 在领先一举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合并姓名 现在我们在这里输入 乘,吸,如,回车,Ctrl加E 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姓名 全部瞬间的合并起来了 可能有的同学还没有搞清楚 这个闪电填充是怎么回事 这里呢 记住就是我们在C2单元格 输入一个合并的姓名 然后按回车 按回车之后 再按快捷键 或者说组合键 Ctrl加E 好 在WPS表格 在WPS表格 合并姓名会怎样来操作呢 我们来看 在这里输入 等于A2 等于A2 B2 回车 在双击填充公式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在eSail当中 合并姓名和手机号码 这里呢 我先把这个 剪接过来 张贴到希尔汤原格 当然也可以手动输入 现在 按回车 再按 组合键 Ctrl加E 我们看到 下面的 所有的姓名和手机号 也是瞬间就完成了合并 那么在WPS表格当中 又该如何来进行操作呢 同样的 还是要用到And 输入 等于A2 And 和 的 再And 手机号 这个 绝对应用 再And V2 好 在双击填充公式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这样比较起来 我们就看到了 闪电填充它的优势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 现在我们想从这个电子邮件当中 提取这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 我们先把它布置出来 也可以手动输入 把它 张贴到这里 然后按 回车 Ctrl加E 瞬间的 所有的名字 都提取出来了 那么这WPS表格 又该如何来进行操作呢 我们复制 这个电子邮件 张贴到名字这一列 再按 Ctrl加 S 输入点 信号 点击 全部替换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替换 可能有的同学会产生疑问 这里的点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的点呢 就是这里的点 这个信号 我们在之前的学习当中已经了解到了 它是通培符 表示任意零个以上的字符 所以这个点信号就是代表点后面的这个数据 把它们替换为空 那就剩下这个点前面的名字了嘛 好 在Essal当中 从身份证 号码当中来提取出生日期 我们输入 1987 0905 回车 再Ctrl加1 所有的出生日期都出来了 然后再选中 V2到V12区域 再按组合键 Ctrl加1 自定义 这里输入 自定义格式 0 横线00 横线00 好 确定 这样就搞定了 那么在WPS表格 是根据身份证号来怎样提取 出生日期呢 这里可以利用公式 我们点击这个插入函数 参用公式 提取身份证生日 好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 L单元格 确定 在双击填充公式 这个 出生日期也提取出来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 在文本当中 提取这个数字 我们输入 C13 回车 在Ctrl加1 那么在WPS表格当中 又该如何来进行操作呢 我们来看看 现在 在这里 依然的 也还是要用到公式 而且 这个公式 我们以前 就已经有所了解 还是稍微有点 不杂的 输入等于 输入等于 好 这样 这个数字我们就提取出来了 对于这个公式 我们在前面 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可以看到 在 这五个案例当中 可以说 闪电填充 确实 有点亮瞎 我们的眼 真的是 超级厉害 所以 这一局 谁胜谁负 显而易见了 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 Excel 在三局当中 已经 领先两局 仿败为胜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 赏码关注 微信公众号 Excel不加班 明天早上 陪你成长 谢谢大家